105对称造型实体 那这一体呢我们要从这边先画出这个面 来那所以呢这边点选草绘 那因为这个是立体图 那我们要会这个从这个方向会 所以要选择那个from面来画 可是方向这边要颠倒 然后呢这边要选择靠左向左按草绘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拿直线 好 好然后呢再用法向 不要这个点到这一条线的距离 这个点到这一条线的距离 然后这个点到这一条线的距离 这个点到这一条线的距离 还有这个点到这一条线的距离 好完了之后选取按右键修改 再一身拿掉 来第一条线是30 第二条线是40 好然后这一条线是20 40 60 好打勾 好打勾之后呢 那这边按确定 好按Ctrl D 好那我们这边做隐身 但是我们这边要做对称 隐身的长度是60 好打勾 好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一块 那这一块我们这边先用点 来点这里 随便点一下 然后这边改0.5 一半 然后这边一样 点一下 改0.5 好确定 好那记住要先取消选取 要取消选取之后 用基准下面的曲线 先点这个点 再点这个点 然后再点选这个点 好可是他变曲线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 点3要改直线 点2这边要改直线 好按确定 好完了之后呢 我们用边界混成 好那刚才因为没取消选 所以他自然会选到他 然后按住Ctrl键 要点这个点 可是这个点不好点 对不对 所以按右键 再按右键 再按右键 有没有看到点出现了 再按了 如果不见了再按右键 一直到点出现 点一下 好那这边就做好了 好打钩 好然后我们将这个做镜色 做镜色镜像 选from面做镜像 确定 好然后完了之后呢 选择 边界混成这个做实体化 好然后反向打钩 然后呢再点这个一样实体化 反向打钩 好那这样子就出现了 好可是呢他的坐标系 好要做在这个点上 好然后这边要选择定向 点一下这里 s是这里 y是这里 好那s要做反向 s要反向 s是朝着 如果看不大清楚的话 这边可以改成这里 s是这里 s是这里 好那所以 确定之后 来按Ctrl D 我们再把它改回来 着色 好第一个题目呢 它告诉我们 表面积为何 所以这边分析 质量属性 选这一个 坐标系 好 表面积是这一个 好 然后Z轴是这一个 好然后呢 接下来尺寸 要改变尺寸 好那这边我们点选 炒汇又见 编辑定义 好那D1 D1是这里 D1要改成25 好D2 D2这边要改成50 好D3 D3这里 要改成25 D4 D4是这里 要改成50 好打勾 好Ctrl D 好那这边呢 体积 问题积一样 质量属性 选这个坐标系 体积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A到B A到B 所以这里 选择测量 再关掉 好测量A是这一个点 Ctrl键 Ctrl键按住B 是这个点 所以答案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C跟D C跟D分别是这一条跟这一条的终点 所以这里 所以这里呢 好 先把它关掉 我们这边 回到模型用点 点 然后点在这里 好 输入0.5 好 然后呢 点在这里 输入0.5 好确定 然后再用分析的测量 好 点这个点 按住Ctrl键 再点这个点 所以答案是 距离是这一个 好 那以上这边是105题的解题方式 好